擁有一百六十年歷史的竹木造咖 从清朝时期就坐落在繁荣的迪化街 近年来为了顺应时代的转变 多次更改经营方针 希望借由调整店内摆设 增加产品多元性 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让他们实际认识 蒸笼、饭桶、干模等 传统木制生活用品 而不只是在课本中看到 最大最大的改变算是 就是让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东西 因为其实蒸笼啊 这些木制品其实真的很好用 但有些年轻人其实不太知道 就是不知道说 蒸笼跟一般大洋电锅有什么差异的 然后它就是 我们就开始有 就是让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比如说年轻人比较少做菜、做饭 可是会很喜欢去买一些木盘啊、摆盘啊 增加生活仪式感啊等等的 或是这种草边包啊 或是就让生活看起来就是 有很多漂亮的装饰品这种 所以我们就是有进比较多的 木盘、竹盘啊、托盘、收纳缆啊等等的 除了竹木制品外 且纸袋更是竹木造咖的明星商品之一 深受日本人及欧洲人喜爱 甚至有多家杂志社来访 他们认为这正是真正的台湾文化 这个颜色是很精品的颜色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它很熟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花色出来 我只能做到四种花色 那尺寸有这么小的 一直到这么大的 做的是一个尺寸的 我把它小型化 Colorful 那变成一个产品 就变成100个产品 从花色到尺寸 十种花色 十种尺寸就变成100个产品 日本人有买伴手里的试图 因为这个东西又从头到尾是台湾紧的 从延绕到加工都台湾紧的 那又很贴 所以他们就觉得 诶 这个稍微大吗 那买回去送的 起码还有说 我有来台湾 这个杂志上有的东西啊 送给你 很有诚意对不对 不是随便乱买 竹木造咖有八成的客群 都是外国人 疫情来袭 对店面的打击相当庞大 但他们没有因此放弃 反而更努力地转往网路发展 销售商品之余 也会分享关于这些 传统器具的小知识 疫情之后反而真的是 网路上问的人都蛮多的 也有日本人 甚至直接跟我们批发 对那我们就是 一样就是 选品之后 他就卖到日本去 对这样子的人 就是也不少 那还有可能再过几年 就是尽量发展到网路上面 就可能在网路上面的销售 可能让他们 客人再选择会更容易一点